小丽啊 我听说现在很多大学都已经发了那个通知书了呀 您在外面收到啊 就你四个 她自己都没说什么 你瞎唱什么心呢 哥 嫂子 可能 可能我没有考上吧 不可能啊 你分数那么高怎么可能考不上啊 怎么了小丽 这么大个人呢 怎么还哭起来了呢 哥 嫂子 其实 我早就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可是我不敢说 你是因为担心学费的事情吗 爸妈走得早 家里是穷了点 可是学费的事情 还有哥呢 哥想办法 你逞什么能啊 他自己都说不上 不行 我们家里好不容易说一个大学生 怎么能不上学呢 你说的容易 上大学不需要钱啊 钱从哪来 不行我就去见 现在家里到处都是钱固容 这日子怎么过 哥 你不要去见钱了 去大学我不上了 你不用管 这是交给我 你不用管 你不过去 你看看 你不过去 你不过去 弟弟啊 你打电话给我 什么事啊 我想买那辆小卡车自己跑运输 就是你看你支持我一下 这是好事啊 跑运输这几年挺挣钱的 我弟弟眼光还挺好的嘛 你还差多少钱呢 我现在就错过了八万块钱 还差两万 你可得帮我一下 真是巧了 家里啊 正好有两万块钱 我等一下就去找给你 谢谢姐 你这刚才的东西啊 多带一点 哥 你先放心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哦对了 之前我给你借了两万块钱啊 一定要带下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给你去拿 嗯好 诶 怎么了 我把钱放在这里了呀 老婆 什么 放在柜子里面 没看见 没看见就没看见嘛 什么语气啊 对了 这小丽快上大学了 你要当嫂子的 去帮她收拾一下嘛 对 不去啊 姐 我今天提出了 多亏你拿两万块钱 诗诗 你给我过来 姐 我今天提出了 多亏你拿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是什么意思啊 你干嘛偷看我手机 我问你呢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偷拿我借来的两万块钱 对 是我拿的 借给我弟了 你初初为你没着想 我就不能帮称下我弟啊 这可是小丽上大学的钱啊 嗯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个女孩子上什么大学啊 上得好不如嫁得好 还不如早早地嫁了 找个好人家 哥 嫂子 你们别说了 这大学我不上了 我告诉你 小丽明天就要上大学了 现在就给我把钱要回来 要是耽误了小丽上大学 别跟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你打我啊 那两万块钱要不回来了 我弟他买车了 你要怎么办怎么办 你 哥啊 你别打扫着 我不读书了 我经常打工 不行 这个大学哥一定让你上 就算哥把这房子卖了 也会让你上大学的 你想卖房子 你敢 你要是把房子卖了 咱俩就离分 这日子没法过了 离就离 早日你过不下去了 你走着瞧 哥啊 没事 哥 你说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不好在家待着 我出去干什么 我刚刚去找你的房东了 我跟你房东说 下个月把你这房子给退了 你疯了吧 这里每个月才三百块钱 你把他退了 让我到时候到哪里 去找这么便宜的房子啊 你到时候让哥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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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这儿 哥 我已经给你买了一套房子了 今年公司接了几个大单子 我又赚了点钱给你买的 你为了我 都把房子给卖了 也跟嫂子离婚了 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女儿女 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现在有出息了 哥今天高兴 喂 小军啊 我三岁一啊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嗯 好 我就不信每次都输钱 老公 你又要去赌钱啊 你又怎么了 你不能去赌了 家里就剩那五百块钱了 而且那是孩子的奶粉钱 我拿我自己的钱关你什么事啊 这孩子是你生的 你自己养 我不养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不能再去赌了 不然孩子吃什么 孩子吃什么关我什么事啊 你自己想办法 放手 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赌了 你不是要给孩子买奶粉吗 来 我这五块钱 您钱拿去买吧 宝宝别哭 妈妈不要你了 还有妈妈 妈妈一定不会让你饿着的 哭得这么厉害 肯定是饿了吧 乖 不哭了 老婆 我带你去借钱买奶粉 老婆 老婆 死吧 去了 门都不关 哎 虽然怎么这么费啊 老是输钱 老婆 你死哪儿去了 门都没锁啊 孩子总是哭 我帮他出去走走 你现在还有没有钱啊 我哪里还有钱啊 家里就五百块钱 都被你拿去堵了 你刚才是不是出去借钱了 没有 你跟我说实话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还不老实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我去赵阿姨家借的 这是给孩子买奶粉的钱 老子拿去放本了 等赢了钱再买奶粉吧 请不吝点赢 终于赢了一次了 老婆知道肯定很开心的 已经拿五百块钱给他买奶粉 老婆 老婆 我回来了 我有钱了 老婆明明知道我赢钱了 应该就去借钱了吧 其实老婆不用去借钱了 我赢钱了 借钱购买难分了 小静 我对你已经失望透点了 当初嫁给你的时候 你说你会努力让我过上好日子的 会让我幸福 那些我都没在乎过 你知道吗 你最让我痛恨的就是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 我到处借钱给孩子买难分 每次都刚借来 就被你抢走去赌了 以后你想赌就赌吧 我带孩子离开了 以后孩子我自己养 你好自为之吧 哟 你有那么多钱啊 可是有什么用 连孩子哪一棚都那是赌 这种人不配有老婆孩子 这种人不配有多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